大家知道炒糖色其實是滷味的基本法 以前大家就是用炒糖色的方式來增加滷味的顏色 我喜歡炒糖色 因為我覺得炒糖色的顏色很亮 好 糖夠嗎 還沒有開火喔 大家看喔 把師傅教炒糖色 我記得以前我爸爸在炒糖色的時候 好像火山爆發 我們是1比1嗎 教大家 油一點點 油一點點 糖多油少 糖這裡大概有三匙 好 糖三匙 有一匙 教大家怎麼樣做出自然的這種 Brown的 火不要太大 可口的顏色 欸 火不要太大 好 來 子哥 你用我後面那支勺子 你不是炒糖色要這樣 我爸爸炒糖色都越越越越這樣 好好好 來 讓它慢慢融化嗎 這支露營專用的 嗯 讓它慢慢融化嗎 這一支是 你等於現薄了 等於燉 這支是那個 這支是鐵的 所以它會變色 這支是 無印良品 無印良品 這支我覺得不錯 你不要再動來動去囉 我剛剛才跟你說 等家庭廚這支很棒 買不到了啦 好啦 絕版了啦 無印良品的那個已經是絕版品了 我們去日本找也沒有 好 來 筷子要掉下來沒有了啦 來等於是三大匙的糖 一大匙的油 直接教大家炒糖色 我爸爸以前在炒糖色的時候 我都好緊張喔 因為一不小心就會燒焦 燒焦 它等一下加熱水的時候 加水的時候 我們哪有熱水 哦 就滷汁 現成的滷汁 泡煙 其實炒糖色就是焦糖化 對不對 這已經超過梅納反應了 糖化在油裡面 炒糖化以後會起泡 你看它現在在融化 有 會起大泡小泡 有 然後泡會變成醬油顏色 越來越深 這樣會整個膨脹起來 很好吃 我以前看我爸爸 在炒糖色就知道要過年了 因為要做滷味 有沒有 有看到 很黑的有沒有 有感覺嗎 已經顏色深了 不是啦 顏色已經深了啦 很深喔 有沒有 剛剛的糖是白白的 比較偏美 我們用的是日本三溫糖 對 最近日本三溫糖進到台灣好多 而且好便宜喔 量又好大 已經好賣 一包一百多塊 好 所以這個還不算膨脹 對不對 快了你看 有有有 大家有看到嗎 顏色慢慢變深了 嗯 有沒有 碰起來有看到 有有碰起來了 有而且變白了 它又開始變 有沒有 好像碰疼 有沒有 有 有沒有 白了白了白了 沒有變黃 變黃 不是 它剛才亮 碰起來又亮 對 碰起來又亮亮的 火關亮 洗火了 保濕庫洗火了 你看 越來越深有沒有 而且起泡泡了 差不多了 你會不會逼一趴拉的 我要不要讓開 你不要太近了 原來是這個意思喔 炒糖色就是這樣子喔 當年我在紫人村菜的時候 有一個路子師傅 嗯 它就很皮 它炒糖色的時候 我們就炒到一鍋嘛 嗯 它還跳舞 啊水一沖的時候 它還不閃嘛 整個 啊 這胸前那一塊 哥哥你不要那麼頑皮 你剛才也撞到了鍋餅 真的很可怕 還有有聽眾朋友問 用什麼糖都可以嗎 白糖 白砂糖 二砂也可以 二砂什麼都可以 冰糖可以嗎 冰糖可以 但冰糖要買細冰糖 對啊 不能夠粗喔 好啦 這個不好炒啦 你看寶師傅已經看到這個 我已經聞到空氣中有糖香 這樣比較亮 已經好了 這樣會比醬油亮 對啊 我就說嘛 因為炒糖色就很亮 炒糖色 就要它的亮度 對 所以我用油炒會更亮 大家會了嗎 漂亮嗎 有嗎 我跟你講 有人說乾拌牛肉麵也可以 對啊 我覺得滷牛肉 上面一點油去拌 對 它就會非常香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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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過年前還會再開喔 過年前再教大家做年菜 拜拜 有了啦 有啦 拜拜 拜拜